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在使用導航系統時 你可以在行程中加入其他目的地 當你已選好 設為單一目的地的地點 並開始路徑指引 返回導航系統內 選取行程規劃 就可以重新規劃你的行程 按新增目的地 選擇你想使用的搜尋目的地方式 例如在先前目的地 選取新增的中途點 再決定行程次序 返回地圖後 路徑指引 便會顯示 已加入行程中的深目的地 返回地圖後 便會顯示已加入行程中的深目的地